二百三十五 山頭特區晚報 花旦新作《皮!棋!一夏微秀演技先聘邀渴》 2015年7月15日文娛新聞05加油霸實雜生搭檔鄭海趙麗穎益往事 應酬學出急性腸胃炎將於7月17日登陸《綠江蘇惠時的電視劇加油霸實雜生》 昨天在北京舉行開播發布會 導演宣浩律主演趙麗穎 鄭海 蔡文靜 鄭嘉賓 黃茂雷 傅鄭造勢 在劇中扮演天真活潑實雜生的趙麗穎稱自己入行前也當過銷售部門的實雜生 每天跑腿打雜 工資只有八百多元 還在應酬時學酒學出急性腸胃炎 每一個人的職場奮鬥都充滿不義 如今已是超人氣花彈的趙麗穎在分享自己的職場經歷時表示 我也實習過 那是在入行前 我是銷售部門的 每天工作就是做報表 打印文件 跑腿 還負責給同事買飯 每月工資大概八百多元 趙麗穎說應酬學酒是不可避免的 那時候我也不太懂 別人一倒酒就喝 不知道該喝多少 結果自己喝出了急性腸胃炎 所以這次拍戲的時候特別有感觸 特別同情銷售部門 儘管除了拍戲沒干過別的工作 鄭凱環示現新說法回憶剛出道的日子 我就是跑劇組 各種廣告組 電視劇組 然後是戲 這就是我的實習生涯 很多時候 劇組內的人際關係也跟上班族差不多 對導演得捧著 對製片人得共著 家有八十習生講述了初入職場的宋戀 張勝 周格格等幾名大學畢業生在經歷數次職場考驗後獲得自我成長和甜蜜愛情的故事 趙麗穎在劇中飾演宋戀 被鄭凱飾演的副家子張勝處處打扮 觸籠 但是宋戀以自己的堅強讓所有人掛目相看 該劇也被大家封為賽鳥版奮鬥 劇中每個角色都有個標籤 鄭凱被定位為高母二歲的慈氣男 趙麗穎則是聯心的保溫杯女 鄭凱搞怪笑稱 慈氣男的意思就是外表很好看 顏值很高 但是內心很柔弱 一碰就碎 劇中開著跑車去上班的鄭凱環自周到 我生活中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窮小子 但是劇中勞演副家子 我也不知道為什麽 克拉戀人島醉Ori and 唐燕演伴侶 特效髮妝肯同虎由Rain 唐燕、羅進等主演的都市偶像劇 克拉戀人昨日在北京舉行開播發布會 導演陳永章《葵景聲》出席 據悉 該劇將於7月22日登陸浙江衛時 算賞電影《露水控眼》 這次是Rain和唐燕的第二次合作 但演情侶環是首次 唐燕說Rain很敬業 大家的語言不一樣 對她來說 要把別人的所有台詞都記下來 才會在現場表演準確 難度很大 她雲稱讚Rain很可愛 對所有人都很亂 經常會搞笑 一點都不高冷 值得一提的事 在劇裡 米朵是十足的灰姑娘 而且是二百斤的伴侶 初期並沒有得到南方的青睞 她勇敢追愛 數次以巨大的身軀推倒銷量 後來 她為對方改變了外形 這對演多了傻白甜角色的唐燕來說難度不少 導演陳永章稱讚唐燕為素做角色付出很多 為了變成伴侶 她每次都要化五個小時的特效妝 而她的皮膚很亂 唐燕也坦然這一點的確很難 特效化妝是用一種特製膠水黏到我臉上的每一串肌膚 雖然是冬天 但實在是太悶了 好象隨時都會中暑 沒辦法呼吸 設妝就要一個小時 是一點點私下來的 這是最痛苦的過程 所以雖然每次都肯連式地請求導演快點拍完 雖然撞蛇的身材竟酸 彼 之 當天唐燕享受了一把福利 在肉 H 的慫恿下當場把頭靠在她的胸肌上 唐燕頗為害羞地說 感覺她的胸肌有隔音的效果 能把心跳分貝降低 情敵蜜月增搶霍建華張宇爾發宣言 報報為營保衛愛情前日 由張宇爾、權相右、霍建華 施業起主演的浪漫愛情喜劇情敵蜜月 在京舉辦情敵出擊定當發佈會 宣布九月全國公映 張宇爾因工作原因未亮相 但她通過VCR以各式身份宣布保衛愛情 而權相右、霍建華在片中 亦雖互為情敵 但談到兩人的片場有情時 霍建華當場擁抱甚至激敏權相右 情敵蜜月講述了分戀配對視 張宇爾聯手分戀網站總裁權相右 計劃用各種方法從附加千金師 與匪首中搶回商戀十年的前男友霍建華 張宇爾通過VCR透露在片中將為愛而戰 當十年的愛情場跑出現情敵時 果斷地制定了一套戰略 步步為營保衛愛情 在片中互為情敵的霍建華和權相右 一位是高冷戀男 一位是樂拍總裁 不僅在電影女爭鋒吃錯互比高下 更現場表演如何用眼神殺死情敵 權相右又狂暴地揪著霍建華 既被霍建華以一朝外的紅袍發解 shutdown 途中 在開店中 感谢观看